好 費城和大陸會的倫敦海外賽 Brice Harper開紅 帶動球隊攻下了六分大局 最後是以7比2 搶下勝利 至於洛基跟紅雀的交手 原本三分領先的高原軍團 是在六局下半亂成一鍋舟 單局出現兩次失誤掉了四分 直接被逆轉 好家戰還有SQTOVA的雙翔炮救援 最終還是6比5 手下勝利 美國之邦大聯盟倫敦海外賽 大都會碰上費城人 領多在一局下就敲出左外野方向 聲援的二列安打攻佔得點圈 接下來Mate就像重播畫面 用左外野的長打把領多送了回來 大都會掀持得點 費城人四局上 吹起反攻號角Brice Harper 抓到獅頭的Sweeper 敲出右外野的大牆 這發陽春炮不只幫球隊搬平 還成為攻勢的起爆季 這個半局他們一共敲了六隻安打 包括Murville彈道超頻的三分打點 全打重傷害 一口氣灌進了六分 大局來到六比領先 而費城強投Swarres五局下 雖然被P Alonso敲出場地規則 二列安打 面臨二三雷有人的失分危機 不過他及時回文 沒有再被敲出安打 大都會只用內野滾地球換回一分 這場Swarres主投五點二局 被敲了八隻安打 送出六K掉兩分 加上牛棚守城 最後費城人 是以七別二擊敗大都會搶下四點勝 直下看近況火燙的紅人碰上小熊 封城大軍一局上由Bellinger穿越安打 一次倒壘開啟攻勢 前場又開轟的Swarres延續火燙手感 捕上左外野的二雷安打 小熊一比零領先 不過下個半局Candelario一棒 馬上翻平 三局下足隊趁身追擊 Brito抓到了彈指需求 捕上右外野方向的兩分炮 五局下他在追加這場比賽 個人的第三分打點 紅人四比領先 小熊算局局有攻勢 全場敲了史詩安打 還獲得五個保送 但串聯並不理想 留下多達十二個殘壘 包括九上一出局一三壘 有人的局面 卻錯過追平的機會 最後紅人是以四比三 閒勝銷聲 搶下七點勝 最後看到洛基跟洪雪的交手 國聯盧主趁著Gilson開賽不穩 包送以及安打串聯打破壓彈 接下來畫面快轉到了六局上 頭髮豪滿的揮棒 把球送上左外野看臺 隊友在有兩隻安打的串聯 來到三比零領先 紅雀到了六局下 更利用對方守備詛咒機會成功搶分 包括接球失誤 錯過了雙殺 還有爆船都很傷 紅雀單局攻下了四番反昌 不過這場比賽的戰況持續膠著 洛基在七局上安打串聯扳平 頭髮揮出這場比賽 個人的第二發全力打 幫助洛基再度搖回領先 而且他們接下來沒有再犯錯 中場就是以六比五顯勝紅雀 綜合報導 藍鳥跟運動家的比賽 Kevin Gossman演出了玩頭玩瘋 也幫助藍鳥是以七比零踢館成功 至於洋基跟稻奇的比賽 雖然說法官大人Aaron Judge 這一戰有雙翔炮的演出 但是隔壁棚 提侯斯卡 荷年德斯 同樣也是炸出兩發全力打 其中一隻還是滿罐全力打 一個人包辦了六分打點 幫助稻奇 中場也是以十一比三 痛載洋基 全國四棒大聯盟晶英交手光芒的比賽 來訪的巴爾地魔大軍 在四局上半開啟攻勢 面對光芒先發投手的Tosh Braley 第四棒的Ryan O'Hearn 在滿球數後 待中這顆接近紅重的變化球 這次硬生生扛出全力打牆 而這把陽春全力打幫助晶英 先持得點 1比0取得領先 但Braley也沒有因此自軟正腳 分場比賽主投五局也就直掉這一分 還送出七次三陣 可是對面的先發投手Kyle Bradish 表現是更為出色 六局的投球內容 僅被敲出一隻安打 而且沒有保送也沒有十分 還加碼送出九次三陣 其中在第五局 更是連送三張老K給魔鬼魚打線 而如此優質的先發內容 也記憶著自家打線 在八局上半 靠著Jordan Rasper的三壘安打 再追加一分 但是兩分的領先 似乎還是不夠保險 高點Handerson表示 不用怕讓我來 九局上半一二壘有人情況 他大棒因為小白球 就這麼直接過大牆 Handerson本季第二手出爐 而自發三分炮也幫助球隊 電競勝機 中場竟然就與5比0客場 敵敗光芒 接著關心籃鳥踢館運動家的比賽 北國軍團在一局上半 就先靠著對方先發投手 Louis Mandina控球不穩 連續懸到三個寶送 攻佔滿累 最後不是有Danny Johnson 也打出左外野深遠的飛球 清晨高飛先打 送回本場比賽第一分 幫助籃鳥1比0取得領先 儘管滿累的局面 就此攻下一分 但多倫多軍團沒有氣餒 5局上半再度開啟攻勢 Kevin Kiermei瞄準第一球做出攻擊 而且這球很高很遠 出去囉 這是一發超過400英尺的羊春炮 讓籃鳥把比數擴大到2比0領先 而且隨後他們的打線越打越順手 Vladimir Guerrero Jr. Bobichet 以及Johnson連續三棒敲出2點安打 幫助北國大軍再填2分 接下來魔球軍團雖然進行換投 但仍然無法直卸 讓籃鳥在第5局靠著長打串連 攻下5分大局 去得6分領先 加上他們的先發投手Kevin Gaussman 本場比賽威風八面 以109球玩投9局 還送出10張老K 讓魔球軍團毫無辦法 讓籃鳥中場7比0客場玩瘋運動家 最後看到楊基迎戰稻奇的比賽 在前一場被中斷連勝的大蘋果軍團 這場比賽勢必要討回顏面 不過他們在2局上半就遭遇危機 被Tioscar Hernandez帶中偏高訴求 形成一發陽春全力打 讓稻奇率先破蛋 加上3局上半 大股相平在雷上有人情況下 幾乎用單手敲出反方向帶有打點的安打 幫助洛晨大軍再填分數 還有楊基這邊也沒有苦苦挨打 下個半局也在法官Aaron Judge 這發經過裁判檢視過後 認定為全力打的陽春彈帶動下 1 2比2追平比數 而稻奇在5局上半 是靠著Kike Hernandez 這發反方向全力打再度超前 而且下個半局 洛晨軍再利用安打串連 把比數拉開到兩分差距 更不用說到的8局上半 雷上有人換大股打擊 雖然只是平凡的滾地球 進入二壘手Grabber Torres 卻發生接球失誤 變成一二壘友人 加上Will Smith也選擇保送 滿壘局面 又是Tioscar Hernandez打擊 只見他大棒一揮 不用看啦 這球是又出去啦 這是一發424英尺的蠻罐全力打 又洛晨大軍一局取得6分領先 而這發大滿冠 也讓楊姬徹底失去信心 在9局上半又被安打狙擊 加上保送連發再13分 就算法官在最後一個半局 敲出單場雙響炮 同時也是本季第23發全打 也無力回天 中場也就讓到期11比3 輕鬆擊敗楊姬 系列賽取得20勝 我來提供台中的報導 好 剛看到Hernandez 單場冠進的6分打點 但說到慶祝的創意 好像還差一點 沒錯 因為畢竟隔壁棚 在倫敦海外賽開轟的Brice Harper 開轟之後的慶祝動作 是致敬了熱愛足球的英國球迷 而這入境隨俗的慶祝動作 還讓隊友們都嚇了一大跳 馬上很憨 美聯國聯兩大豪門 楊姬跟稻奇的頂尖對決 三戰系列賽第二場 依舊是稻奇 站上風 大谷翔平四之一有一分打點 而外野手Tiasco Hernández 單場雙響炮 更炸了一番滿冠拳雷大 全場冠進6分打點 一支獨秀 率領稻奇11比3 打比分贏球 堪稱最大的致勝功臣 對面輸球的楊姬 也有人單場雙響炮 那就是隊長Aaron Judge 而這也是他個人第三度 在前66場比賽 就能轟出23發全雷打 上一回2022年 法官大人收獲美聯MVP 是個成功的賽季 這一次能否笑到最後 值得繼續看下去 至於提到拳雷打 鏡頭轉向英國倫敦 費城人在跟大度會的 海外賽當中 強大中年Brice Harper 四局上炸裂 本季第15號紅不讓 帶動起6分大局 中場7比2 搶下勝利 而Harper回休息區前的 慶祝動作 也致敬了熱愛足球的 英國球迷 至於小聯盟那頭也有強打出擊 不是別人 這是我們台灣好手李浩宇 效力老虎2A的他 面對藍鳥的比賽 順利敲出本季第十轟 成為我國第六位 能在2A以上層級 單機有雙位數全力大的球員 同一時間海盜2A的正宗哲 目前七轟也很有機會 這天雖然沒開轟 但敲出三安猛打賞 幫助球隊擊敗巨人 六月至今七場比賽 有三成三三的高打擊率 值得肯定 未來體育台綜合報導 好 教室跟翔尾蛇的比賽 金合成在二局下半 敲了一發三分砲 幫球隊攻下了四分大局 何止是一個四分大局 這場比賽教室打線 是敲出了14隻安達 總共有三個四分大局 就知道有多恐怖 蛇群的投手是被打到 身無可戀 中場教室也是毫無懸念 十三比一大勝過關 美國聖邦大聯盟 聖地亞哥教室主場 迎戰亞利桑那 響尾蛇 四連戰第三場交手 二局下教室安達串聯 十二局麻煩的事 還發生傳球失誤 給對方先值得領機會 而球場上 掌握對方犯錯契機 是很重要的 南韓好手金合成 馬上讓對方付出代價 扛出左外方向 三分打臉拳內打 個人本季第九紅 也是金合成 連兩場比賽炸裂 教室吞下大局 四比零旅行 響尾蛇先罷鬥手 尼爾森這場狀況不理想 四局下又有麻煩 Totty's Jr.從差點被畜生 球失後 到回敬長打二連安打 開啟攻勢 下一棒的Pofra 懸到寶送之後 響尾蛇決定換投 結果接踢的艾倫更慘 Coronavirus 挑戰深遠的中外野 扛出四百四十二英尺的 拳內打 和金合成一樣 是本季第九紅 而且也是一發三分炮的重傷害 教室隊擴大七比零優勢 主場球迷拍手叫好 球員們更是殺紅眼 接下來又是連續兩支 長打二連安打 這八分差距 也讓比賽有提早定調的味道 教室的先罷鬥手 Wadron擁有分數當後盾 超級幸福 五局上掉一分 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隊友的活力 技術相挺 五局下又是Coronavirus 安打建功 這戰無打數兩安打 貢獻四分打點 當家第四棒很有存在感 這個半局 教室敲了四支安打 對方一個保送一個爆頭 地主毫不客氣 又是四分大局 比賽也擴大十二比一 提早買單 我整支單先罷六局 只被敲三支安打 掉一分 繳出優質內容 隊友打擊大爆發 讓他輕鬆輕易 腳榜牛棚 而且六局下 還有加碼好球 東剛凱爾 騷出陽春全力打 繼續在對方 上口撒煙 教室這場 團隊敲了十四支安打 包括三發全力打煙火射 Protat三安謀打聲也不賴 中場教室十三比一 在中場大聲響尾蛇 來推特電影 紅化軍 總統報導 中場教室